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都是年輕人 大家都說年輕人都支持民進黨 大家都說年輕人是小馬 大家都說年輕人都在當時的青島中路上集結 我想跟大家說 不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站在這裡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他們並不代表所有的年輕人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他們不代表所有的年輕人 年輕人還有不同的想法 都可以表達對不對 對 所以之前沒有站在西島中路上 不代表我們不愛台灣 不代表我們不愛台灣的民主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民主就是什麼 民主就是有不同的聲音 都可以表達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有不同的聲音 為什麼我們不支持民進黨 因為剛剛大家都說到了 有非常非常多的弊案 非常非常多的黑山 等著我們去調查 有這麼多的行政官員會在質詢台上 被選擇台上 反直屬 會在被選擇台上說 你協助你們是在大聲什麼 會在被選擇上問候你的主線 這樣難道是合理的行為嗎 不是 所以我想跟大家說 行政擴權 在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裡面 我們看到了多少多少的 利用空白授權的法案 來去讓行政院變成是指揮大家的一個國家機器 來去讓人民都必須聽政府的話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國會改革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每一位立法委員 都有權利 可以讓這些囂張把握的行政官員 可以讓這些無限擴張的行政官員 能夠收益 能夠讓自己監討和繁信 你現在大家的窟窿吧 我記得 我記得